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奇案 特邀南开大学教授百话 为您解论 浴火焚身 明镜历史五百余年 奇案平线 离奇的案发现场 出奇的破案手段 令人称奇的判决结果 是历史的记载充满了神奇 还是案件真相过于传奇 让人难以忘记 神断笔下有智慧 真相背后藏玄机 明镜奇案 法律讲堂文史版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据明代郭子章自传的岳草讲 明代万历十年 也就是1583年 潮州府知府郭子章接到平衍县三都之民将起的诉状 状告其继母少氏谋杀父亲江峰时 并且放火焚尸 继母虽然不是生母嫡母 依然是尊长 身为儿子 控告尊长 按照大明律 刑律 诉讼 甘明万亿条规定 凡子孙告祖父母 妻妻告夫及告夫之祖父母 父母者 障一百 图三年 其罪不清 此状涉及到子告母 而且属于十恶中的不孝 而欺杀夫的罪则更重 乃是十恶之中的大逆不道 都是属于重罪 郭知府焉能够置之不理 所以即刻传令将邵氏居拿道堂听审 邵氏被带到府衙 同时地上反控撞称 蒋自己自从嫁给张峰时为祭使之后 夫妇相近如宾 感情甚好 因为自己年轻 与江启一起生活不变 就分家领过 与丈夫搬到孟陵村居住 彼此相安无事 不料昨晚突然失火 丈夫先将妾身救出 然后再冲入房内抢收财产契约 不想被大伙分门 烧死在屋 夫死之后 告知将起 不想孽子反眩 妾身烧死丈夫 李云 女柔难刚 没有听说柔能够治刚者 丈夫是妾身终身的仰望 岂能够不顾自己的终身 而致丈夫于死地者 恳请大老爷做主 还妾身已明白 郭知府对江启说 水火无情 你父亲被火烧死 也是天命 你怎么会诬陷巨母烧死父亲呢 要知道律法无情 江启辩白道 小的父亲是去年才娶母亲 父亲娶妻 儿子不应该有所指摘 只是小的原来与父亲在一起生活 不知道因为什么 今年前月 父亲忽然 幻然变心 随意小的夫妇分家 小的只好搬到三都堵宅去住 而父亲却不允许我们回家 昨晚火起 父亲死了 母亲却安阳无恙 能不令人怀疑 恳请大老爷查问街坊四邻 问明缘由 揪出父亲死因 总不能够让父亲就这样不明不白 成为孤魂野鬼 两方各执一词 那么究竟是天命使然 还是人为因素 郭知府打算听听左邻右舍的公词 没想到他们要么遮遮掩掩 要么漏洞百出 郭知府令牙医 拘拿江峰时的街坊四邻前来问讯 先问左邻邝之 举公 小的半夜听得火响 起来看时已经是既无人声 因为没有听到有人喊救 也没有前去救火 而早晨起来 才听说江峰时被烧死了 其余的小的一概未知 国知府听大就觉得其中必有员工 你听到火响 没有前去救火 已经令人不解 又说既无人声 更是讲不通 而没有亲见大火烧死人 却仅仅说是听说 当然了 按照大明律 刑律 人命 同行之有谋害条规定 凡之同伴人 运行谋害他人 不计阻挡救护 即被害之后 不守告者 上一板 旷直 故意回避自己的责任 也算是情有可燃 于是 郭知府再问 幼林玉吉 比过 昨天晚上二斤时分 小子起来小姐 忽然发现江宅火起 小子赶上前去 只见江峰时 背得少使出来 小子赶忙过去帮助 这时候江峰时冲进屋里 取出一床背来 地狱小子 要小子赵看邵氏 然后又冲进屋里 没有想到大火封门 被烧死在屋中 于吉发现失火 既不呼唤四林救火 又不阻止江峰时进入火海 却只是赵看邵氏 很不合常理 但是郭知府 却对这件事视而不见 更让人费解的是 他做出了一个 出人意料的裁决 你二人所讲 应该属实 本官已经厌民尸体 果然是被烧死的 并无伤痕 江崎小儿 状告你谋逆 是子献母子 应该按照诬告反诺 说吧 就叫造立将僵体 折打二十大碗 收入现间 等明日再审 定将此逆子 立毙账下 然后对邵氏说 你去外面买副棺材 明日来领儿子尸体 去葬买 众人听到郭知府的财段 不由得面面相欠 哪里有这样的胡作官 仅听邵氏 仅听邵氏云集 一面之词 而没有仔细 询问街坊四里 就裁钻 江启师逆子 还要将其立毙 帐下 街坊四里 看到郭知府 正在盛怒之下 当然不敢 为江启说情 便把目光转向了邵氏 希望他为儿子 说几道公道话 却不想邵氏 面露争鸣 全人不顾 郭知府将邵氏 及街坊四里 打发走 就喊来亲信家人 要其跟随这些人 打探他们会有什么举动 如果发现问题 或速回报 街坊四里 因为邵氏之事 而染上官司 平白无故地 被拘押到府衙 不但受到了惊吓 还耽误了生产 邵氏理应该 为他们压惊谢罪 所以从府衙出来以后 静止来到了一家酒馆 设宴款赞众人 众人吃了一些酒 就纷纷告辞 各自回家 而于吉 一直陪伴着邵氏 等众人离开之后 两个人居然在 府衙一家旅馆 开房住下 亲信家人跟随前来 住入他们的隔壁 将耳朵贴在墙上 偷听他们的私语 只听邵氏讲 今日你我算是随了心愿 趁此粮食 我们可以好好的亲热一番了 又听到于吉讲 还不是我谋话的好 如今再也没有爱手爱脚的人了 搞少师讲 为了你 我什么都不怕 所以我才敢下手 你千万不要辜负我 对你一片真情 于吉讲 那是自然 我对娘子更是赤诚之心 苍天可见 说吧 二人搂在一起 案件已经清楚明了了 如何惩治奸恶 郭知府早已有了自己的盘算 他竟然没有依法办事 那么这对奸夫淫妇 究竟会得到怎样的惩处 系列节目 明清奇案 特邀南开大学教授百话 为您解读 浴火焚身 第二天 邵氏让棺材部 把棺材送到府衙 然后禀告说 小妇人买得棺材 现在府门之外 郭知府健壮 冷笑一声 就让众人 把棺材抬到大堂之前 然后对邵氏说 你与余敌 一个射谋 一个下手 两个计谋则是一般 如今亏心不亏心 邵氏听到此语 已经是京的魂不浮体 回顾余吉 但见他准备开溜 早被郭知府 贺令牙役将之拿下 郭知府先将 邵氏上了攒纸 后将余吉上了夹棍 让他们从此招供 有了亲信 家人的对峙 又畏惧大刑 二人只好把犯罪的经过 如实讲来 原来 家住潮州平远县 孟林村的江峰时 先是娶妻谈事 生有一子江起 就再也没有生涯 独生子女 养得娇惯 江家又不缺钱财 就怕绝了后 所以江起不到16岁 父母就为他娶了媳妇 乃是谭氏的兄弟之女 媳妇对于既是姑母 又是婆婆的谭氏 也是孝敬有加 却不想刚刚过门 老谭氏便死了 江起还能上学 就有小谭氏照顾公公 年轻的媳妇 与正在壮年的公公在一起 难免让人议论 有一天 江峰时的邻居既不高 前来串门 将一些风言风语 委婉地告诉江峰时 并说 老哥自从嫂夫人过世 如今孤身一人 就打算与儿子儿媳 这样过一辈子不成 为什么不续声一行呢 江峰时长叹一声 说 后娶之妻 恐怕会为难前妻之子 所以谭氏死了三年 我也不敢想娶妻之事 气不高说 这是什么话 江起今年已经快二十岁了 季母还能够欺负她不成 你不娶妻 别人才认为你会另有所图 也难怪有人说你八灰了 依我看 你还是尽快娶妻 你杜绝那些闲烟碎月 正好 前村绍安有个女儿 嫁于东村龙家 去年她女婿死了 女儿也没有生下一男伴女的 如今回到娘家 正要出嫁 老兄何不把她娶来呢 江峰时说 虽然是个寡妇 但也无妨 只是不知道她的性格如何 将来能否善待我的儿子呢 季伯高见江峰时心动 便说 我听说少是刚刚二十二岁 生的是财报将权 德性没得说 在龙家的时候 别人都说她是个好媳妇 而在娘家的时候 更是孝敬父母 远近闻名 这样的好媳妇打得灯笼都难找 此话说 没人的嘴 能把死人说成活人 江峰时被纪伯高打动其心 随将银三十俩 让纪伯高前去说何 不想因缘前定 一说便成 少是最初来到江家 也是小心取紧 嘉义奉承丈夫 与前妻之子 内外的闲言碎语 也就没有了 老夫少妻 不能说一定好或者不好 姻缘有时候 难以用好坏来判断 一对年龄相差二十多岁的夫妻 肯定会有代沟 如果是人生观 世界观相同 在精神上能够窃合 生活也应该是幸福 看一个土财主 有什么精神事件 买卖的婚姻 也不会有什么爱情 邵氏正在青春年上 江峰时已经是老态隆中 所以邵氏常常郁郁寡欢 也何当有事 江家的幼邻 有名叫玉吉者 年方二十五岁 家道也颇为富有 却青年丧妻 还没有续弦 似乎是前生的孽缘 初次见面 便眉目传情 彼此连爱 居然勾搭成奸了 两个人兼好 终究不能够长久在一起 鱼吉在情热之时 提出离异子习 某死逢时的计谋 邵氏此时已经死心 塌地爱上了鱼吉 便一计而行 寻着机会就为难江启夫妇 江峰时来欠 他就迷死 你活地吵闹 说什么 后妈后婆婆 就是不招人待见 如今伺候老子 还要伺候小子 连儿媳妇都欺负他 一定要江峰时 与儿子儿媳妇 分开令过 江峰时不得已 只好与儿子 媳妇相杀 让他们搬到祖宅去 反正祖宅 离住所 新祖宅也不远 比死来往也很方便 碍于复命 江峰 江峰无话可说 只好与父亲分家令过 少是赶走了儿子 媳妇 便可以任意摆过丈夫了 过了不久 就把鱼吉请到家中说 你要我谋掉那个老贼 如何下手呢 媳妇说 这还不容易 等江峰时 从你儿子那里回来 你就陪些笑脸与他 然后设些酒窑 与他对饮 待他欢喜吃醉 却将毒药置于酒中 再劝他几杯 他还能够活吗 到时候 你再把家里的金银财宝 房地契约 衣服首饰都带出来 交给我以后 就在除下丧 上一把火 将那老贼的尸首烧掉 然后跑到江崎那里去求助 让他来救火 到时候街坊四邻都会看到 有谁能够讲你 谋死丈夫呢 先毒杀再焚尸 与活活烧死的人不同 五座验尸一验便知 这一点鱼急不懂 郭知府却了然于凶 那么郭知府为什么不直接验尸呢 系列节目 明清奇案 特邀南开大学教授百话 为您解读 欲火焚身 明清历史五百余年 奇案平线 离奇的案发现场 出奇的破案手段 令人称奇的判决结果 是历史的记载充满了神奇 还是案件真相过于传奇 让人难以忘记 神段笔下有智慧 真相背后藏玄机 明清奇案 法律讲堂文史版 敬请关注 鱼急出谋划策 少事具体实施 先毒死江峰石 然后纵火 再通知儿子江启前来救火 以为事情天衣无缝 没想到 儿子江启感觉事情有些蹊跷 江启夫妇一面办理丧事 一面丝衬 父亲一向没病 身体也算是康健 为什么失火以后 父亲没有跑出来 后娘却安然无涯的 跑到自己家中喊救 为什么当时不喊救呢 如果后娘当时喊救 惊动街坊四里 一起来救火 也不会将房子烧成灰烬 夫妇越想越不对 便由江启出头质问少事 却没想到少事勃然大怒 找了根木棍就殴打奸体 见到这种情况 奸体坚信父亲是被后母谋死的 便赶赴知府衙门去告证 却没有想到被后母反咬一口 又临淤迪又作伪证 郭知府听信后母之言 不由分说的将自己打了二十大板 还关进江亦 说明日将其立地仗下 将其哪里知道 这是郭知府一群故纵之计 郭知府焉能够不知道 江峰石是先被毒死 再被烧尸的 如果是活活的被烧死 其口鼻有烟灰 要是死后被烧 口鼻没有烟灰 一验便知道 郭知府在验尸的时候 已经发现江峰石的口鼻没有烟灰 只是没有点破 要取得窃窃证据而已 既然审明案情的原委 就可以按律逆罪 按照大明律 刑律 人命 杀死兼夫条规定 其妻妾阴间同谋 杀死亲夫者 凌迟处死 兼夫处斩 邵氏与宜吉都是死罪 郭知府申报各级上司 很快的就得到回复 将兼夫淫妇 即时处决 依照大明律 邵氏被判林池 于吉斩刑 均被质疑了重罪 但是郭知府却并没有按律 处决邵氏和于吉 而是采取了一个更为残忍的方式 郭知府究竟是怎么处决二人的 他这样做又有何法律依据 郭知府将人犯带到堂上 只斥一击说 你谋人之妻 随杀人之夫 又害人之子 就想让江氏一家绝后 其蛇心心肠入死 岂是人类乎 你这奴才 还有这淫妇 都该欠刀万剐 才能够安慰死者昏灵 也罢 本官网开一面 就随了你们这对 奸夫淫妇的业 你们不是愿意生前 结为夫妇吗 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了 不过 本官可以让你们死后 结成夫妇 了却你们的孽缘 说吧 吉令武座 将邵氏于吉 一起绑父 放入他们为江氏买的棺材之内 盯上了大铁钉 然后抬到荒郊 架上柴草 用火将他们活活焚化 中国古代 在民行弊教 辟仪指辟 以警效尤的司法精神下 常常是例外运行 认为这是教育民众 使恶人丧胆的有效办法 律外运行 就失去法律的尊严 而法律只能够成为 律人不律己的工具 郭知府没有按照法律规定 将邵氏与余吉正法 却活活地将二人放在棺材之中 按理说 应该会受到处分 但郭知府 却在履行大名律 民行弊教的方针 将一副棺材 抬到了荒郊 让本府民众 听到人犯痛苦的身影 以为这样便可以以警效尤了 一可见 当时所谓的清官 并不尊重法律 却崇尚什么 以恶制恶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 下期节目中 特邀南开大学百话教授 为您讲述 辫子杀人